豆腐山里挖隧道 险情实有发生 十一年辛苦坚守 终得贯通曙光 这个水就从头顶上一大锅水 从头顶上就砸下来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小宇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 李克强总理提出 2019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预期目标是 GDP增长6%至6.5% 新目标透露出中国政府 更加务实的态度 在当前的经济大势下 中国如何保持定力 实现这样的增长目标 从今天开始 我们深入经济一线 走进当前正在进行的重大工程 同您一起去探访中国经济的活力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 蓝仓江畔 大理到瑞丽的大瑞铁路 正在紧张施工中 可是这条铁路 已经开工11年了 还没有修好 其中最难的 要属其中的大筑山隧道 到底难在哪里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 走进世界上最难绝境的隧道 这里是云南宝山境内的 蓝金谷渡 蓝仓江以雷霆之势 自青藏高原而下 流到这里 江面骤然收窄 山高谷深 左岸是大理 右岸是宝山 这里自古就是 茶马谷道上的咽喉要塞 如今大瑞铁路 正在这悬崖峭壁间修建 火车将从大理出发 经过这座大桥和大筑山隧道 到达宝山和瑞丽 一条瀑布从江右岸 半山腰的峭壁中流出 碎珠建玉 畏畏奇观 而在这条瀑布的上方 十几米处 就是大筑山隧道的进口 就在记者感叹 这一自然奇观的时候 大筑山隧道项目的负责人 江洞告诉我们 那是从隧道里流出来的水 隧道是08年 08年开始施工 然后我们这个大筑山是 14.484公里 08年到现在刚好十几年 平岛计划几年就通了 还有七百多米 今天是江洞和团队 在这里施工的第3862天 从儿立之年走过不惑之年 江洞把最好的青春时光 交给了大筑山隧道 2008年 32岁的江洞 带着团队和一腔热血 来到了大筑山 当时原定计划五年 就能将隧道全面贯通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已经11年了 大筑山隧道还没有修通 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麻烦 在过去的3862天里 永水已经是每天都会发生的常态 唯一的区别就是水量的大小 隧道进口处 工棚里必备的是雨靴 方便江洞他们随时进入隧道 查看险境 我们跟随江洞开车实进隧道 从隧道口开始 清亮的水游如一条小河 从大筑山隧道进口不断流出 车行驶进隧道 就像船驶入地下暗河 渐气的水化扑打在车窗周围 几乎看不清前面的路 行进到四公里左右的地方 车子就无法再向前了 我们必须要下车趟着水走 因为水流太大 没几分钟雨靴里就灌进了不少水 在微弱的灯光下 记者看清了这个平岛的深处 头顶身旁脚下到处是水 就像看过西游记里的水帘洞 眼前这堵墙叫做掌子面 也就是隧道向前绝进的工作面 本来该继续向前开瓦 却因为大量泳水 工人无法继续施工 我们现在就是碰到灰岩 基本上都会泳水 一年碰到灰岩的情况也不是很多 你说这个 如果要是都是这些情况 就比较好的呀 那这个进度立马就上来了 进度会比较快 现在我们通常碰见的情况 就是遇到灰岩就出水 不让我们跑过嘛 2008年8月8号 大珠山隧道进出口两端 同时对向开工绝进 这个寓意吉祥的开工日子 却没能给江洞的绝进队伍 带来好运气 在所有隧道施工中 最怕遇到突泥和泳水情况 而江洞他们施工的这3862天里 却有近3500天 都在跟突泥和泳水做斗争 大珠山隧道一直被称为 豆腐山挡洞 施工过程中 需要穿过六条断裂带 随时会出现突泥 泳水的危险 简单来说就是 挖掘时遇到的岩石质地较软 浴水极化 一旦突泥和泳水发生 就会像泥石流一样危险 这种的情况出现次数还多 主要是存在于断层断落 比如说这个燕子窝断层 和这个疫情水断层 都是打着打着就退回来了 因为发生了比较大的 这种突泥的情况 是一种很无奈 也很伤心的一种感觉 好不容易把这个隧道 干了那么多了 结果发生了一个突泥的情况 一下子又退回来了 2009年8月5号 隧道进口发生了突泥情况 原本就绝尽很艰难的隧道 被泥沙淹没了205米 江洞的团队十分沮丧 大家从来没想过 每天一两米的艰难推进 竟一下子变成了负205米 两天前平岛向前推进的时候 作业面出现了质地较硬的灰岩 也就是说 可以提升向前推进的速度 这样的情况 让江洞他们很是欣喜 可没高兴几分钟 长子面就开始大量涌水 我们是打了一些 这个水平钻骨在泄水 这个就是打了大概有25米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水压 试一下这个水压 它还是 水压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水还是要再泄一些 前方才能施工 这个水量现在没法说 但是前方大概30米范围内 都是这种情况 我们得先把这个水压降下来 要不然现在带水 多要打孔装这个炸药 装药它会推出来 装药有困难 装不了炸药 从长子面里不断吞涌而出的水柱 凌凉且湍急 这些水来自山体 水温仅有16度 在衣服全部被打湿的情况下 没有几分钟 记者已经感觉牙齿在发颤了 而江洞和韩芳锦他们早就习以为常 不过这种情况也习惯了 像工人浑身都湿透了 我们这样衣服湿的也不要紧 出去自己晾干就可以了 待了11年 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 水淋湿或者汗浸透 包括我们那个出口 现在自治多度 汗水都会浸透 现场工人更辛苦 当记者把手放在水柱上的时候 几秒钟时间 手掌就被水柱打得发麻 韩芳锦却告诉记者 今天的水压还不算大 2017年用水量最大的时候 别说是施工了 连站都站不稳 这个水就从头顶上一大股水 从头顶上就砸下来 人是基本就站不稳 穿的雨衣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因为我们也是穿着雨衣 到了水里 进去以后瞬间就湿了 它现在顶钻顶得厉害不厉害 顶得厉害 往处顶钻了是吧 它过去打不进去了 水压还是比较大 遇到这样的情况 必须要在掌子面侧后方 多打一些孔进行泄水泄压 但是现在水压和水量太大 工人的钻头根本打不进去 按照江洞和韩芳锦的估策 掌子面后面可能含有大量溶水 溶水量也大大超出了 他们施工前的预估 这个水量比我们预计的 要大了五倍左右 江洞和韩芳锦大致估算了一下 目前掌子面的溶水量 每小时接近六百立方米 按照五十米长 二十五米宽 两米深的标准游泳池 蓄水量计算 只要四小时二十分钟 这些水就能蓄满 一个标准游泳池 这样的水量 势必会影响施工进度 他们必须通知设计院 和云贵铁路的工程师 到现场来再次看页 那从这个来判断呢 那呢应该情况还蛮可 两侧流出来的这些水柱 水质较为清澈 没有掺杂密杀 所以设计院的刘李和甲方 工程师主任 魏敏感初步判断 涌水量虽大 但是没有坍塌的施工风险 我们看到岩层 它是弱风化的 一致灰岩 这种岩层 它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判断 前方是没有溶洞发育 它是可以带水作业 工人可以带水作业 但也要随时观测 如果水流中夹杂泥沙 就必须要停工撤离 虽然没有施工危险 却会给施工带来不小难度 工人周学民从早上进来到现在 衣服一直是湿透的 现场的温度非常低 但是老周必须要顶住水流进行作业 只要老周的手艺接近水柱 水花就溅到老周和工友身上 睁眼都有些困难 周学民家就住在大株山隧道的旁边 九年前周学民就进了大株山隧道 做绝境工作了 当时跟他同一批的工友 几乎都离开了 最近几年工友也换了一批要一批 周学民现在一个月 能拿到四千五百元的工资 工区的伙食也不错 虽然很辛苦 周学民也一直在停着 因为周学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 就是通车以后 能带上自己的爸妈坐火车 去昆明看看 通车当然高兴 他也去坐坐火车 肯定见的见不住 真实的 电视嘛 真实的见不了 大瑞银铁路是经过保山的第一条铁路 周学民长这么大 从来没坐过火车 而他的爸妈也只在电视上看见过火车 所以无论多辛苦 周学民也会带着心里的这份期盼 跟江洞一起打通大株山隧道 技术人员统计 大株山隧道开工至今 隧道总泳水量达两亿立方米 这么大的泳水量 相当于15座西湖的水量 仅抽水泵就用坏了116个 累计抽牌水2800万立方米 就在隧道进口艰难绝境的同时 隧道出口那端 又出现了新的难题 李春风专门在大株山隧道 出口供区馆采购 今天他到保山的一家冰厂来买冰 刚刚隧道进口很冷 怎么隧道出口还需要冰呢 这些冰主要是给隧道里的施工降温用 冰厂老板把李春风带进了制冰室 告诉他这已经是最大的产能了 可这跟李春风需要的冰量还差很多 昨晚运进隧道的冰不到四小时就化干净了 所以今天买到的这些冰就变得格外珍贵 然而原本阴雨连天的保山 却在这会儿突然艳艳高涨 车上的冰开始迅速融化 在一旁着急的李春风 连忙加入了装兵的队伍 跟着李春风的运冰车 记者也进入了大珠山隧道 出口震动 刚一进入隧道口 就感觉热了 迎面扑了 同一个隧道 进口和出口居然冰火两重天 在隧道里行进了七公里后 每个人都已经汗流加倍了 李春风刚把冰块倒在掌子面周围 工人们就迅速聚集过来 大珠山隧道只有14公里 但要穿越六条断裂带 和进口截然不同 出口疑问于高地热断 现在隧道内的温度接近40度 工人们的衣服根本穿不住 没有冰块降温的时候 他们只能用凉水浇在身上 给自己降下温再接着干 眼下正是初春 夜晚隧道出口处的气温接近零度 下班时 工人们被汗水浸湿的衣服裹在身上 冷风一吹瑟瑟发抖 曾经有几天 整个班族的工人都集体感冒 取打吊瓶 隧道内持续不下的高温 一度严重阻碍隧道向前绝进 最难的时候 一天只能向前推进一米 得知隧道内缺冰 工人无法正常工作 云贵铁路的工程师们 也从进口那边赶过了 刚刚进到掌子面 云贵铁路工程师 桂林港的衣服就被汗水浸透了 脸上的汗一直在往下躺 整个人积极虚脱 确实现场的工作环节 还是比较恶励的 你看我们现场的工人 他们基本上就是干个十分钟不到 那么基本上就要停下来 要住在冰块上 就是要休息 要调整一下 所以工程的推进 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隧道内温度高 湿度大 工人体力会迅速消散 情绪也容易出现烦躁 掌子面距离隧道口 还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如果工人发生中暑昏厥 将是非常危险的 他们还需要运来更多的兵 给隧道降温 就在李春风出去找兵的时候 震动旁边的平岛出现了险情 这样的漫水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每一次陈志强和杜立军都仍然紧张害怕 因为还有几个工人在掌子面进行作业 仅仅五分钟的时间 刚刚还进到膝盖的水 转眼间就摸过了陈志强的腰 最害怕的情况就是遇到隧道 除了这个溶水之外就是停电 我们这里跟进口不一样 我们是反坡 它是水是倒灌的 需要我们泵站往外排水 一旦泵站停止工作的话 就会水漫进山 去年的话我们这个隧道 烟井了五次 陈志强和杜立军一边组织工人撤离 一边查找原因 原来一个小泵站出现了故障 一旦泵站发生故障 就会水漫进山 杜立军马上组织工人抢修泵站 否则水会越满越多 直接漫出隧道外面 杜立军清晰地记得 2018年8月23号的一场停电 隧道内的水直接淹到了路上 2010年 23岁的杜立军大学毕业后 就来到了大陆山隧道 面对溶水和高温 刚刚毕业的杜立军 曾经多次都想过放弃 那个时候 有时候尤其在晚上睡觉 就感觉到迷惘那种 彷徨 那个时候真的心情非常崩溃 就说马上就 真的给多少都不干了 但每天都有新的难题 等它去解决 9年过去 杜立军已经从一个矛头小火 成长为大筑山隧道的总工 这里的技术高手 2008年 大筑山隧道项目出示 150人的核心建设团队 从陕西陆续来到大筑山 而如今坚持下来的 加上江洞只有36个 我们在这这么多人在这坚守 遇到困难也非常多 大筑山隧道14公里多 没打通还是不甘心走 就不管各种原因 各种困难 我觉得还是应该坚持 遇到难题无解的时候 江洞总是喜欢带着相机 去隧道对面的山顶 吹吹风 很长一段时间 江洞严重失眠 凌晨三点以前不敢入睡 生怕错过了隧道内显情的电话 而电话铃一响 他就汗毛直竖 多少个夜晚 江洞的梦里 都是同事们泡在水里的身影 看着身边的兄弟们 很艰难地向前绝进 江洞很心疼 而更让他心痛的是 修建时间久了 至一生也分支打来 这个作为我们来说 也理解 因为毕竟这个工期原定是 一三年底 就是五年多时间 现在调整到这个二一年 基本上就是十三年时间 五年多到十三年 增加了将近八年时间 有人质疑我们这个施工水平 或者管理忙的 这个也是正常 江洞曾经在休息的时候 看到过一些 关于大主山的微博 留言里有些鼓励 但更多是对整个团队施工水平 和管理能力的质疑和指责 执拗的江洞 甚至一条一条地去解释 他曾经想邀请那些质疑的人 亲自到隧道里来体验一下 这个有一些留言 我还是尽力回复的 我想说明我们在这干的怎么样 现场是怎么样施工的 尽量一一解释 自己受委屈 江洞可以扛 但是他不想让那些在隧道中 艰难绝境的同事们 看到这样的揣测和指责 同时面对家人 江洞也有很多说不出的抱歉 因为要坚守在大筑山隧道 十一年来 他每年和家人团聚的时间 不超过十天 因为我们这个 还是想以硬汉的形象示人 就尽量不说这些儿女情长啥的 江洞总说 理解自己的人不必多说 不理解自己的人无需多说 也许等隧道贯通的那一天 就是对所有质疑声 最好的回应 3862天的坚守 换来了大筑山隧道 即将贯通的曙光 那些青春年少 就来到大筑山的小伙子们 用时间汗水和泪水 全是了不负烧华 这种坚守 是铁路人 镌刻在骨穴里的信仰 也许大筑山隧道之后 他们还会向更艰难的隧道绝进 而坚守大筑山的这段岁月 必将成为他们永生难忘的回忆 虽然大筑山隧道只剩下了两公里 但是他们预计要到2021年 才能全部贯通 这也就意味着 项目部的全体员工 还要继续坚守在蓝仓江岸和大筑山中 江洞跟大家约好 长字面贯通时不见不散 而在他身后是500多名建设者们 坚毅果敢的目光 大瑞铁路建成以后 将进一步凸显云南 面向东南亚南亚 开放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对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中国和东南亚 南亚国家的交流合作 具有深远意义 好了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 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您还想关注更多的信息 就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谢谢收看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